你好,中美爭霸,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8月3日的,大家好 中美之間各樣的鬥法去到一個比較激烈的時代 是由2018年開始的 我的印象就好像是3月,特朗普說開始打貿易戰 打貿易戰打一下,變成新化戰,出瘟疫了 在新冠期內進入金融戰,加息 現在加息還未完,已經兩年多了 但是,始終打一下打一下,會不會美國那邊都要累了 進入休息呢 無論今年9月減不減息都好 美國都是需要減息的了 不然美國國內會暴動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支持特朗普 就是這個加息期,事實上美國國內其實裡面的人是很痛苦的 很多網友在這裏都說,我支持特朗普 為什麼要支持拜登或者何錦麗呢 因為,事實上他們覺得不開心 但是,什麼都好 這個中美會不會進入休戰期呢 是值得討論的 除了這件事之外,其實還有其他垃圾東西 稍後再說吧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壽必記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的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或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首先,我講一下題外話 委內瑞拉的總統馬道羅 就是勝選的 但是,你可以說 看委內瑞拉這個國家的地緣結構來講 其實是很舒適的 因為,美國的力量當然在大西洋 尤其是北大西洋的力量特別大 如果北大西洋的力量不大 就不會有北弱 所以,其實呢 在西半球來講 古巴和委內瑞拉的地緣形勢是比較孤立的 那,巴西呢 都是削一些的 但是,巴西的國家的分量大些 如果他投向中俄陣營 現在都加入了金磚 現在現任總統羅拉 都撐得住一下 那,反過來 在南美洲來講 那些在太平洋的國家 其實基本上可以得到中國的支援 而且他們有 比如說我講過秘魯啦 玻利維亞啦 智利啦 阿根廷啦 阿根廷就不算太平洋國家 但是呢 他要繞去太平洋都很容易的 所以呢 這些是有你的國家呢 他們呢 投向中國很容易 阿根廷呢 最近那個總統是瘋了 叫米來啦 他自殺式地去 拆了很多他自己的政府部門 本來是極端反華的 但是最近呢 都走去跟中國聊天了 說我們阿根廷 多賣牛肉給你中國啦 我們要搞嚴謎之急 我們手上有美金 美國又不幫我 喂 我賣牛肉給你換人民幣 喂 買些東西去應急也好過沒有啦 所以呢 所以呢 在南美洲的角度來說呢 大部分的國家都不敢得罪大陸 就算阿根廷的米來 現在都不敢得罪大陸 那 但是反過來呢 委內瑞拉呢 地緣上面呢 其實是 中國是難以支持啦 另外呢 其實俄羅斯呢 他現在是一個陸地大國 他的海軍呢 可以說蘇聯瓦解了這三十年呢 是不斷走衰弱的 尤其是他失去了烏克蘭之後呢 俄羅斯呢 基本上呢 失去了一個製造航空母艦的基地 所以呢 俄羅斯的海軍呢 在北大西洋 或者整個大西洋 都不夠支持的了 那所以 委內瑞拉的地緣呢 比較呢 真的 和古巴呢 是比較單 即是怎樣說呢 是孤立無門 所以呢 委內瑞拉呢 馬道羅呢 裡面的 軍方的勢力呢 主要都會支持馬道羅的 那當然在選舉裡面 國家的人民都明白啦 喂 由查韋斯去到馬道羅 都是充公了一些外國資產 跟著呢 就不讓你們西方呢 在委內瑞拉呢 胡亂剝削 那西方呢 剝削不了呢 唯有呢 就搞呢 這個制裁 那當然啦 委內瑞拉捱制裁也好 那些人民呢 很多人都明白的 喂 你好像其他的 拉美國家就是 喂 他們被美國人 去滲透 那貨幣就跌到屎餅 那跟著 要不就國家裡面 重要的資產 全部被你美國買起來 這樣 不過就是美國反應慢了 沒有買 秘魯啊 智利啊 或者是阿根廷的 李礦 他就買慢了 所以他們都有一線新機 智利很出名 有很多銅礦的 被美國買光了 掛名是智利 但是事實上呢 擁有權就被西方直接操控了 但什麼都好不說那麼遠 所以呢 馬道羅呢 是有人民支持 有軍隊支持 有軍隊支持 但是呢 他連續兩次勝選 西方都堅強搞顏色革命 或者不承認他當選 其實呢 情況都挺慘的 暫時呢 上... 即是那個呢 選輸了那個呢 就好像上次 瓜伊多 無端端馬道羅 那他當選了啦 跟著無端端那個 議長 突然間 瓜伊多說 我才真正 是 這個 委內瑞拉的總統 那樣 他說是就是了 接著西方就說他是 接著就不斷騷擾委內瑞拉 即是西方呢 這些海盜國家呢 是很卑鄙無恥的 你明不明 馬道羅是有人民支持 有軍隊支持 他都要死搞爛搞 現在呢 那個選輸了 在委內瑞拉 選輸了那個 連名字我都不想說 就好像又得到西方支持 做定一個瓜伊多了 但是看來呢 亦都動不了委內瑞拉的 委內瑞拉這些國家呢 只要等 中國軍崛起了 因為中國的海軍呢 如果是多多幾艘航母 過多幾年之後呢 中國是可以派航母呢 走去大西洋走來走去都行的 因為呢 其實中國是需要呢 走進去大西洋 不要說是印度洋啊 大西洋都要進去 因為呢 很多西非國家啊 那些呢 裡面有很多抗產呢 中國都需要保護的 如果不是呢 人家就在非洲國家裡搞這搞路的了 騷擾你啊 找無緣無故又有一些 收西方勢力錢的 一些什麼叛軍啊 去你的礦坑裡亂搞啊 弄死你那些中國工程師啊 中國人啊 所以呢 委內瑞拉呢 不想被西方騷擾呢 都是要等中國的海軍崛起 這個就是這樣啦 那OK 講完委內瑞拉之後呢 就提一提呢 這個潘展諾 潘展諾呢 是中國的運動員 他是可以在游泳的一百米裡面呢 拿到金牌 跟著呢 其實呢 原來說呢 他們中國的榮首呢 說呢 原來西方因為操控了奧委會之後呢 他們將藥檢呢 是武器化 就是說呢 一天要驗呢 三五七次啊 我又不相信他每天驗七次 但是呢 很多時候都是死驗難驗 變成了呢 說凌晨五點叫他起來 說驗一下 跟著幾個小時又驗一下 那這樣說呢 就是說 用藥檢呢 去干預運動員的休息時間 那但是呢 潘展諾在西方這麼無恥的騷擾之下 他都可以拿到游泳的一百米金牌呢 是令到西方呢 簡直就是 很憤怒啊 因為呢 其實可以說一句呢 西方人呢 以前就說 中國人呢 就是打仗不行 但是呢 在韓戰之後呢 西方人呢 就發覺 真是 真是被中國人打怕了 在美國啊 打了 韓戰之後 再打越戰 但是兩次之中呢 中國都是和你西方呢 在這兒教歷的 兩次呢 西方都是呢 都是PK的 就是美國那邊 可以說一句呢 密克亞瑟說了一句 在1962年的時候呢 說印度和中國開拖嘛 密克亞瑟說呢 印度是不是瘋了啊 夠膽和中國開拖 輸得硬啊 那其他那些人 真是很討厭中國的嘛 1962年的時候 就說中國一定輸 一定輸給印度 但是輸條鐵嘛 在打仗的方面呢 其實西方呢 其實一直都不敢挑釁你大陸的 都近代哈 超音速 導彈也好 不斷的航空母艦 不斷出來也好 跟著每年都有一兩隻 大驅逐艦啊 05啊 05啊 053啊 054啊 逐隻逐隻出來 說死了 西方發覺呢 軍力上騙不到你 中國人 那 跟著又說 喂 中國人是不是算數不厲害呢 中國人算數超級厲害 因為現在呢 國際很多比賽呢 美國的代表都是華裔來的 那當呢 什麼中國 美國 英國 大家對陷的時候 咦 怎麼出來 每個人都是中國人的樣子呢 因為那些呢 是海外華人 就代表了英國 美國 去參賽 這些數學比賽 那中國人計數當然厲害啦 如果不是怎麼會計到 中國人可以放到衛星去到月球背面啊 大哥 現在說呢 月球上面呢 有一些叫 海 海三 一些 呃 就是如果 元素表裡面呢 很前的哈 如果一是流行呢 海是去到三 很輕的 但是海三呢 搞核聚變呢 是會呢 是一些很強勁的能源來的 那現在呢 他們如果呢 中國呢 幾十年之後呢 即我相信不會太快啊 因為呢 載人登月要2030 你要在月頭基地2040 但是要大量開發 月球上面的海 海三的話呢 那些海三搞核聚變的話呢 是可以帶來無窮無盡的能源的 中國人呢 現在在想著能源的路呢 是很遠的 即是你計數就計數厲害啦 可以放到 放到衛星怎樣 計數走到月球 這些計數不厲害 就沒得說的嘛 是不是啊 即是呢 中國人 可以文武傳才啊 即是真是很厲害 那我們上次說呢 中國人現在在讀一件事呢 那個金字哪一個土呢 那個字讀土 我再查一次 是土不是道 不好意思 我叫做土基溶鹽堆 反應堆 即是土 即是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叫土的 第四代核電 以土為原料 不是用油來做原料的 他 我確認過一次 就是他不需要用水去冷却的 所以中國現在計劃呢 是在中國西部的沙漠地帶 又或者在沙漠裡面的地底 刮個洞去建這些核電站 而且中國呢 也都有一些 特高壓輸電結構 總之在中國西部這些鳥無人煙 或者在地底的地方 有什麼事出事呢 都不會好像變複到這麼嚴重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道基的核電呢 將來對中國來說呢 又是未來幾十年 2030年打後 那就是 又是拿到一段長時間的 即是 害衫 核衫呢 害衫是在月球 那 要開展到月球的能源 就比較幾十年之後 但是 中監設委由三十年代 去到 開發到害衫中監的幾十年 就會用土地四代核電 用土來發展核電 所以說中國人 科技呀 數學呀 都是很厲害的 現在西方就想 喂 我 我樣樣東西都好像不夠你中國人鬥 死了 那 會不會有樣東西 會我厲害一點呢 不如說 你們中國人全部都是輸打勾子 全部都是走出來的樣子是死讀書的 但是呢 經常被那些很喜歡運動的那些 那些人呢 去欺負的 那 你中國人是很好欺負的 這樣 平時 打仗時不是 平時呢 就很好欺負的 那所以呢 他們就 喂 現在我們 八種人 就很厲害 其中一樣最厲害的就是游泳 因為呢 如果說短跑呢 黑人比白人厲害 沒得鬥的了 那些八米飛人呢 全部都是黑人拿了 那我說 那黑人都給我管治而已 給他拿到也沒辦法啦 那他也是美國人啦 替美國拿牌算了 那但是我們白人 不只是操控黑人的嘛 我們要有些東西厲害的嘛 所以游泳呢 是他們大量投資的項目 但是現在呢 連游泳都輸給你中國人呢 他們就直接發瘋了 那樣 然後就說他做假 說中國做假 想搶回他面金牌 然後呢 潘展諾 啊 sorry啊 潘展諾呢 他 就贏了比賽之後呢 接受訪問 就有個記者 那些東西塗些水給他喝 那個教練見到 咦 不對勁啊 鬼佬塗些東西給他喝 那立刻就 嘩 就不給他喝啦 拿了一瓶水去查 原來呢 下了興奮劑 就是說呢 都 他們發覺輸了之後呢 開始揭絲底利 就開始呢 就老 希望薄落藥 下禁藥給 希望潘展諾 不小心喝到之後呢 就跟著呢 又抓他去看檢 就說他 是作弊 西方呢 真是卑劣到無恥的 那這裡呢 先說到這裡 其實答應過呢 和你說呢 這個休戰期呢 其實可能呢 不是很夠時間的 但是呢 可能我明天呢 會再和你們展開多些 但是這次呢 都想和大家講一個 一個 一個小小介紹啦 當 最近呢 英國呢 就已經開了牌的了 就 司機嫌呢 上台 那司機嫌上台呢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呢 就公開就承認的了 英國經濟呢 已經是 貧臨破產的 就是說呢 過去呢 英國政府 在保守黨治下呢 已經是過去這14年了 就是其實洗腳不活腳 很多時候呢 都是為到 新冠也好 為到 為到 很多東西呢 其實呢 印了很多英鎊 去蓋數呢 其實呢 開始呢 頂不住 我想俄烏戰爭 英國都花很多錢 或者扔很多武器 給烏克蘭 但是其實你知道的呢 現在西方呢 那個生產能裏面呢 事實上因為呢 其實他人工成本高 或者各樣的東西 開始 英國啊 美國都是搞去工業化 玩金融的而已 主要呢 在西方裏面 主要的工業生產國呢 去了德國那裡 去了 日本和南韓 但是這些國家呢 其實現在的形勢上呢 都是工業呢 都被中國打低了 中國就是 我剛才說的 中國人很聰明的嘛 現在搞一下搞一下 喂 你電池也在中國贏了 電動車也在中國贏了 是不是啊 然後那些什麼 高壓電也好 什麼東西你都在中國贏 那你這樣搞法呢 西方很多時候呢 做一些武器啊 性價比都是太貴的 因為他們搞去工業化嘛 所以不足以維持他們的軍事霸權 所以現在來說呢 英國現在就說 盤數計不成功 喏 俄羅斯的總統的高級顧問呢 就說了一篇文章啊 這樣就 我可以這樣說的 我可以讀一下吧 俄羅斯總統法議員呢 佩斯科夫表示 儘管美國呢 國債呢 跨越35萬億的歷史里程碑 即是已經過了35萬億的啦 卻未阻止美國戰爭的經費 示意擴張 真是沒有錢打 佩斯科夫此話是有底氣的 為了支援烏克蘭呢 英國已經破鬼了產 美國是不是很快會破呢 俄羅斯呢 就越打越富 卻是真的 英國金融時報 驚呼 俄羅斯實際工資增長是接近14% 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增長呢 約25% 佩斯科夫大約的意思是 上個世紀末呢 美國就拖垮了前蘇聯 哈 因為呢 當時80年代呢 列根就搞星球大戰計劃 哈 那就引惑了蘇聯去和他搞軍備競賽 但同期呢 蘇聯又做賽賽一個決策啦 哈 就入參阿富汗就激怒了一些伊斯蘭國家 或者沙地也和美國結盟 就把油價打倒了 那呢 俄羅斯的油價 油價倒倒了 即是蘇聯很多外媒的收入 或者收入就少了 但同時呢 打軍備競賽呢 就增加了支出 那最後呢 整個國家呢 頂不上瓦解 他說 喂 20世紀就 喂 美國可以拖垮前蘇聯 但是會不會 21世紀 俄羅斯會拖垮美國呢 其實現在的形勢是發生到這樣 是有可能的 因為呢 都說多一次 俄羅斯的現在的結構來說就是 大部分的生活需要的工業品呢 都等中國去做的啦 但是俄羅斯呢 就集中做他們蘇聯留下 他們的遺產 蘇聯呢 最厲害就是搞軍工業 那麼軍工業呢 不會說搞自由市場經濟的啦 是適合用這個計劃經濟的形式去運作的 那麼現在俄羅斯就全力搞這些軍工 搞這些軍工的時候呢 他發覺呢 喂 專心做軍工 專心去掘礦 跟著專心把東西賣給中國 換些人民幣 換了人民幣之後 又買回中國的產品 跟著令到人民呢 基本上呢 生活呢一無所缺 大家呢 就專心去打仗 誰知道越打越精神 那些人經濟增長呢 連連都是 去年3.6 今年呢 可能45都來 喂 大哥啊 這樣搞的話 我俄羅斯 這樣越打仗越好處啦 但是西方 因為你們去工業化 長期打仗來說呢 越打 你們的東西呢 就 炮彈越打 短缺 你搞自由市場 很快炮彈就越炒越貴 那就是說呢 你美國印多多銀子呢 都餵不飽這些 操控軍事產能的一些企業 軍工業是巨收來的 軍工科學體 所以呢 美國呢 如果再打下去呢 遲早破產 所以呢 我開頭就說 中美會不會搞 右戰呢 不再鬥下去呢 明天再詳細說一下 這個 中美休戰 或者是 東西方 中俄陣營 和西方陣營 會不會休戰呢 明天再說